大家好 我是A班 在之前几期节目里面 我跟大家介绍过不同的NERV 因为在美国这边 大部分男生最喜欢玩的东西 就是打枪 打波 还有开车 然后NERV 就是大家最喜欢的打枪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这把犀牛发射器 也就是我最喜欢的重武器 我在玩不同的FPS的时候 都比较倾向使用这种重武器 在近年各种FPS 都有那个枝叶分化的趋势 而其中一个在支援兵的兵种 就是使用这种重机枪 大家都看见 这是一把非常大的机枪 挡杂可以放两个 所以它的载弹量是完全不用担心 你战斗的时候 你只要 就可以了 而且这把枪跟其他的NERV的 精英穴一样 它的胆砸是兼容的 所以装完以后就换胆砸 不用担心说像以前的那些NERV的 重机枪那样有一条链条啊 然后放进去啊 子弹卡的什么什么 而且尺寸非常大 这个真的是让人非常满足的 就是作为一个技巧不怎么样的人 一般都是靠尺寸去补救的 然后这支枪本身是有两个枪管的 所以而且呢 它是用电池驱动 所以呢 它发射的时候呢 这里那两个枪管就会突突突的 开上去很有趣 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会不会令这个枪威力变得强大 但就是非常有感觉 而且这个犀牛发射器本身呢 是配了一个架子 这个架子跟普通的架子不一样 普通的那个狙击枪的架 也需要自己打开 这个是个弹簧架 平时是收纳状态的 但如果你要放在地上 或者正地立刻摊开的时候 一定要放在地上 然后一下子就打开 然后就可以立刻突突突了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武器 而且如果作为一个成年人 其实这个枪用单手就可以拿得起了 所以呢 如果你想拿两根这个枪 你直接这个架子就不要 然后就可以拿两根枪 它发射器也比较特别 普通的枪发射器是这样的 而它呢 这个是有一个按键你按进去 它也跟普通枪电动枪一样 是用马达跟飞轮去弄的 首先你按进去的时候 你看那枪管不动 是因为它的飞轮正在转 然后你要再按下去第二次了 然后它的那个 才会把子弹推出来 然后让子弹 经过飞轮然后飞出来 而且这个枪上面有 也有足够的战术导轨 可以让你装不同的配件 然后我们也 而且它更换子弹也非常迅速 只要把两边打开就可以 因为它可以兼用所有 晶晶系列的弹夹 所以呢 我们无论是长弹夹 短弹夹 还是这种大型的弹鼓 都没问题 然后我们先用强弹夹 再试射一下 大家可以看着 是不是非常 它的射击速度也非常之快 而且是全自动的 不用像普通的单发电动枪那样 你要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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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战场上可以 尽快地做出火力压制 呃 我买这个枪的目的 也是为了星期六去参加比赛的时候用的 因为我要带小朋友去 我自己也准备一些火力比较大的武器 这样比较适合 呃 然后我们就试射一下标靶吧 这个 如果你是放在地上的话 那其实你只要两个手 按住 按住这两个东西 两个手一拔 把两个挡夹拔出来 就很方便了 因为我现在单手提的才要这样 这个东西 因为它做了一个支架给你 其实我觉得海之宝 也是希望你在阵地上使用的 然后 这支枪本身配的是两个弹 骨形的弹夹 两 每个弹夹的处弹量是25发 所以加条50发 跟以前那曾经推出过中型机枪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可能有人觉得50发子弹不多啊 一根P90都有50发子弹的弹 因为NRF的比赛是非常快完结的 所以 也没有非常快完结 就是你要打中间是非常快的 所以子弹烧的话其实也很慢 好了 我们把子弹烧进去 装进去 装了弹骨以后 是不是比装弹夹要帅气多了 装弹夹的时候有一个像飞机的感觉 装了弹骨就简直跟一根太空船一样 就是 如果你 你这枪给普通的小朋友玩 那就千万不要像我这样单手台子 因为这个枪其实真的有点重的 它这里 这个 电池盒里面大概装了六颗 D型的电池 就是我们俗称的那一号电池 就最大的那一种又粗又大的那个电池 然后我们试试一下布标吧 我们用的标吧 技术是代表军国主义舰队收强建梁的雷同学 然后我们要干它了 大家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那个弹骨后面的子弹 也看到其实挺多子弹的 这个弹骨 所以呢 那个子弹的消耗呢 从后面看是完全可以看到一清二楚的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呃 因为它可以外挂配件 所以我们就外挂一个 这个船是一秒卷移吧 不知道还有没有电 有电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干雷小姐了 大家可以看到 按下去的时候呢 它只要是不发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按两下 而且这个有一个特点 就是如果小朋友的力气呢 小朋友只能按下 第一下 小朋友是没办法单手按两下的 所以小朋友尽量不要 单手拿着枪 但是我是大人 所以没所谓 然后我们就干雷小姐了 是不是很爽快啊 50发子弹大概 几十秒不到的时间就射完了 而且这个枪 其实你就后面拿起来 感觉很像战舰上面的 那个防空机关炮的 所以呢 射那个战舰感觉就非常爽快 有人觉得这个 这么大一把枪 可能会很贵啊 其实这个枪缩价格也不是很贵 它跟 它大概比买两把 Nerve的模组 CS10还要便宜 而且如果你在所在店铺 有店铺自己本身打折的话 就更加便宜 而且本身它配了两个弹鼓 如果你去网上 买一些全新的弹鼓的话 我觉得人民币 就算在淘宝上买 可能你也要100多人民币 一个美国那边 可能也要10来20块钱一个 然后两个全新的弹鼓加起来 大概也价钱不便宜了 你一根枪有这么多的配置 然后弹鼓你这个枪不用的时候 你还可以给其他枪用 是其实是非常划算 而且你在战斗的时候 它可以提供的火力是非常厉害的 而且这个枪 就算你不拿它来用 你放在家里 一根这么巨大的发射器 放在桌子上 客人来到你家看见 也是非常有气势的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 如果经济许可的情况下 有其买两支普通的机枪 我觉得 买一把这个新流发射器 也是非常值得的 而且这种大型的发射器 它大概 如果退出市场的话 就不会再再版的 就像以前那把黄色的重型机枪 现在就再也没重新退出过类似的东西 就算以后再推出这种重型机枪 我觉得也是第二个其他造型的 所以我觉得 以搜查的角度来说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版的 而且它的火力真的很厉害 射起来非常强大 非常值得购买的一把枪 今天的节目就到现在为止 欢迎大家来收看 再见